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你理解了現在所說的概念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所說的邏輯 是會從這個方向 因為你信神的話 心思熟慮的時候 你就會理解 就算嘗試想這些天馬行空的事情 都會合乎聖經 有四點很明顯的事實 讓我能夠告訴你幾個答案 這班皇帝 他們一定是神指示他們做的 一定是 這班皇帝不可能 在有神的世界當中 預知一些東西 然後改變將來 不可能他們只能夠 最多做到一件事 就是能夠參與將來 我們現在在說 根本全部都是說同一件事 共同訊息 同一件事 同一個目的 是為了達到同一個果效 他是皇帝 有什麼可以動用 那麼多皇帝業績 那麼多年 說成績第四秀 去做這件事 現在你聽我這樣理解 你就明白成績第四秀 究竟在彈以利書 想形容什麼的秀 原因第四秀 就是做這件事 第一點就是他們知道 關於將來的東西 一定是神允許 Fremation不單權力和勢力大 掌管了全世界的經濟 最重要的是 他們的影響力 是由遠古開始 直至今日 他們自古以來所建造的一切 無論是城市規劃 或者是地標性建築 都是用這些建築 來隱藏一個共同信息 例如 當人類還未普遍認識 全球定位系統GPS的時候 他們已經懂得 在地球上拉線 並擁有量度超長距離的 不知名方法和工具 亦早已量度出地球的經緯度 得知地球33.33度的地方 就是黑門山 當人類還未普遍認識物理學 和發明望遠鏡之前 他們已經精確地知道 地球、太陽和月球的大小、比例 以至行星運行的軌跡 雖然這些建築物之間的距離 橫掛了地球數千里 建築的時間亦相差上千年 但是 Fremation竟然都可以分毫不差地 將有意義的數字 精確地埋下 這些困穿整個人類歷史 並且隱藏特別數值的城市和建築物 因為都帶著一個相同的共同信息 所以亦明顯是由不同時代 卻擁有相同知識的人建造出來 因為這是有神的世界 才能做到這麼多事情 否則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不對 第二點 很明顯 這個分別事惡處 是神允許 是神栽培 踏這些舞台 因為他們就是神所栽培的 分別是惡處 所以他們有政有邪 因為裡面的邪 將來都會審判 第三點 現在他們的建設 這麼龐大的經濟改變 甚至打仗 搶奪天馬座的位置 他們將秘密放在名處 而在名處的情況下 又不透露這個秘密的方法 就是從這些建築物和設施 做出來以後 沒有改變到將來 或者產生蝴蝶效應 全部都沒有改變歷史的話 很明顯 一直是神所給的配合和帶領 第四點 關於他們知道的將來 是有兩批的知識 第一批 他們能夠知道的將來 是來自1957年之後的 是Porture Pagazes 由Firmation 在美國 Montauk 那裡開始 他們的科技 去知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一批是1957年 才知道 才開始建立Porture Pagazes 是根本不可能 1957年的時候 已經可以規劃 香港的溫斯路界 但你要記住 很重要 因為你要分出他們 所給的訊息 有部份是1957年之後 他們的預知 那他們的預知 是否神給他們參與 不是神給他們參與 他們用科技 是讓他們的預知 是讓他們衝破某些 所謂一次、兩次、三次、半 讓他們能夠知道一些事情 原來1957年之後 這班奸的 所有1957年之前的所有預知 都絕對不是科學導致他們知道的 那些我們知道被列入 一定是神讓他們參與 神允許的 400年前他們去找新大陸 400年前這個五月花 甚至幾百年前的薩士比亞 天馬路德 就是Martin Luther 他那個玫瑰十字的標誌 我告訴你 全部不是科技 都是知道的 這些全部的預知 非常之高智商 非常之有謀略 並且這些謀略 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他們想出來的 他怎樣把英國變成 第四十字 都不能想出來 他們不會懂得想到 做了這件事 會影響一千年後發生什麼 他們不會想的 是神子派他們 要他們這樣做 為了打造這個舞台 使得以後 英文成為世界上 最適合上電腦的語言 而用智能 每一件事都趕得及 而我們所說的 很多這些 其實不單止他們預知 他們並且預知 都是很有策略 去產生這麼多變數 導致歷史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而導致全部契合 配合了 神的預定 在節期當中所說的計劃 那些不是人為 那些不是他們的智商 但是以前 很多人誤會了是他們的智商 結束的時候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最可怕的是 其實這些所有秘密 都是藉著我們 查出我們的身份 不斷印證 我們身份的同事 去找出這些秘密 去找出這些文明 這個謎題是刻意砌到 有朝一日 當我們找出我們的身份的時候 這個謎題是自己解開的 你知道這個謎題多深嗎 你知道這個謎題多高智慧嗎 你知道這個謎題 根本要配合時間 就是這個時間裏面有那種科技 這個時間有這樣的事件 才讓我們會向這個方向去解 有這樣的餘力去解 神帶領整個時代 讓人類按著神在不同時代 預定的知識發展 包括科技、知識、數學、幾何、天文 建築、電腦的發展 世界的走向、知識的累積 現在人類終於進到世界末後了 終於能夠繼承歷代歷勢智慧的總和 Wisdom of Ages 並且解開神於時間 和歷史上鋪設的終極謎題 科技的發展 對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研究和製作 皆十分重要 因為 與互聯網、Google、YouTube、蘋果公司產品的研發 都一一促成了這套信息 能夠瞬間搜集所需的資料 獲得最新資訊 有效率地溝通和發布信息等等 是需要現今科技與時並進 嚴謹的配合 那些謎題完全刻意在神安排之下 配對到那個時間表不止 原來謎題的解法 還要是正確時間之下 我們藉著去找出我們的身份 然後你根本是不由自己看下 你自然解完這些謎題 答案是甚麼呢 答案竟然說 那顆珍珠就是射安教會 那個光明頂就是射安教會 最重要的是 他們埋藏了這麼多年的身份 那個人物的信息 就是這間教會所說的那套信息 他們共同都是只有一件事 就是一句說話 ID 就是identification 就是某些人的身份 這就是那個共同的信息 嗯